慈濟慈善會執行長顏博說首度透露疫苗採購的過程 當時有人形容他世界的大片局 你怎麼看 我跟你講喔 這個也是我一直對陳時中很不能原諒的地方 我跟你講當時採購疫苗 不要說慈濟 台北市政府也有要去申請看看 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為了護航高端疫苗 當BNT進來 這是我最痛恨的事情 袁博文是一個很客氣的人 他當慈濟的執行長 其實我認識他人就知道 他以前是科技廠的大老闆 然後去做慈濟的志工 但是他是這樣啦 我們也知道在那時候他還是扛下來 當年要不是政研法 政研上人 你知道齁 去台北 你知道齁 那時候疫苗是進不來的 最後一題 所以我都覺得是這樣啦齁 人家說政治齁有最基本的道德良心 你不能怪我今天為什麼會 會對某些人你知道 會這麼態度就是說 那你怎麼這麼討厭你知道 不是沒有原因的 我跟你講 編博文算是講話科技的 正常這晚上睡不著覺啦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啦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喔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 18 弱於幫你打折 但你知道 感谢观看